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国政府决定即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承认和相互隔绝的历史 两国关系开启了新纪元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 隔海相望 20世纪80年代 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 东北亚和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变化 中韩两国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不断加强 两国也在为彼此改善政治关系而努力 1991年9月 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 1992年5月 中韩两国就建交开始正式谈判 考虑各方面因素 谈判秘密进行 谈判中最核心的就是台湾问题 即一个中国问题 经过激烈交锋 韩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之立场 韩国与台湾当局断交 中方表示 尊重朝鲜民族早日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愿望 并支持由朝鲜民族自己来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 中韩建交对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在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技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 相互合作日益密切 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也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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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Ping 李宗盛 frame 咨掌 Liamㅋㅋ